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玩植物大作战的玩具咯 快看,这边有僵尸 这边是我们的植物 植物大战僵尸 看起来就都超好玩的是不是 咱们现在就把它打开 看一下里面吧 耶 糟糕是我们的火焰豌豆兽手 快看,它的底座变成了一个四叶草的形状 这个让它有点站得不稳呢 不过它变得更帅了呢 快看,它新做的一个造型是火焰爆炸头 而且还染成了黄色呢 哇,火焰豌豆的审美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呀 火焰火焰 不明思义,我们的火焰豌豆 它可是会发射火焰的哟 除此之外呀 火焰豌豆,它的嘴巴这里是能发射炮弹的 我们给它装入一枚炮弹 然后双手用力按压 它的炮弹就发射出去咯 这个是火焰豌豆的好朋友 七彩豌豆 哇,豌豆家族都喜欢做一些搞怪的发型吗 快看,它的头发是一个红色的机关头 而且还立得大老高 好像显得整个人都非常非常高了呢 它的眼睛又黑又亮 哇,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呀 它的叮叮 它的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胎记呢 哇,七彩豌豆也是很厉害的哟 我们也给它发射一枚炮弹试一试 哦,它的这个威力 看着就不如火焰豌豆威力的 可能它不如它的兄弟厉害吧 哇,这个植物 别看它小小玲珑 但是它的威力可是无人能敌的 它的名字叫做椰子加农炮 快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 下面有两个轮子 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包裹着 它的眼睛又大又圆 然后眉毛黑黑的 头顶上还有一个影线 上面还有五角星呢 椰子加农炮可是能发射 无敌威力的炮弹 小僵师们看到它都会退步散射呢 它可真的是特别厉害 我们让它也发射一枚炮弹 哇,感觉到炮弹浓浓的威力了吗 标个植物 它的名字叫做玉米加农炮 它和椰子是一对好朋友 它有四个轮子 前面是两个大的 后面两个小的 这里还有一个绿色的小尾巴呢 它的形状非常像一颗玉米 看前面黄色的是玉米芯 后面是绿色的叶子 它的眼睛长在了这里 两个小小的红色的眼睛 玉米加农炮 它是以可爱著称的 我们让它也发射一枚炮弹 嗯,但是它的威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哇,僵尸怎么变成了保龄球了 它们的手和脚都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圆滚滚的保龄球 穿了一身小西服呢 哇,不过这上面都是补丁 感觉真的都很穷 它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 鼻孔也是 嘴巴里面的牙齿 你都能数得过来 当僵尸也混得太惨了吧 这个是保龄球僵尸的兄弟 窝瓜僵尸 它和植物家族里面的窝瓜 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只不过它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呢 因为它的脸色是橘色的 看起来好像是中毒了呀 植物们可要离它远一点 嗯 它们还有双胞胎兄弟 和它们长得一模一样呢 四个保龄球僵尸开始进攻我们的植物家族了 植物家族准备战斗了 玉米加农炮表示 它在前面 它先来 哇 想不到 玉米加农炮一个就打倒了三个僵尸 还剩下一个僵尸 植子表示 交给它了 哎呀 它竟然没有打倒 最后一个僵尸也太顽强了吧 七彩豌豆表示 它来试试看 哦 七彩豌豆一下子就把它打倒了 也很棒哦 可是这个僵尸 它竟然又自己立起来了 火焰豌豆表示 兄弟躺个地儿 一切交给它来 哦 可是火焰豌豆的炮弹打空了 这下可怎么办呀 它突然想起来 它还有大招没有用呢 火焰豌豆 火焰发射 火焰豌豆射手 用它的无敌火焰 打倒了最后一个宝灵球僵尸 哇 植物们又一次抵挡住了僵尸的进攻 可真的是太棒了 咦 你是谁 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这话问的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为什么假扮我 你竟然敢跟我石人花大王长得一模一样 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吧 说是谁派你来假扮我的 说是谁派你来假扮我的 要不然你今天可就走不了了 小样竟敢跟我叫嚣 我今天就要看看咱们两个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那还用说吗 当然你是假的咯 我才是真的 石人花大王 石人花大王是我 是我 是我 是我是我 只有是我 是我是我 才是我 嘿 你这个小东西 竟敢跟石人花大王动手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咱们两个怎么打来打去的 也不是个办法呀 就是就是 我还要揪出你的狐狸味一般呢 竟然敢假扮我 都说了 我才是真的石人花 我才不是假扮的呢 那边火葫芦走过来了 我们让他给平平离 看看咱们两个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好啊好啊 根本没在怕的好吗 哎呦我 我我我是没睡醒吗 怎么 我好像看到了两个石人花 嗯 好像一模一样 小胡萝 你说 我是不是真的石人花大王 想要说什么 小胡萝 我才是真的石人花大王 你可要睁大眼睛 看清楚 啊 两个石人花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呀 小胡萝 咱们两个可是好朋友 你来说说 谁是真 谁是假 我们信你 就是 就是就是 小胡萝 小胡萝 作为我石人花最好的朋友 就交给你来分辨了 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我 我 我分不出来 嗯 有了 我要叫银河奥特曼过来 呼叫银河奥特曼 小胡萝 小胡萝 怎么了 呼叫我来 有什么事情吗 银河奥特曼 是这样的 你看 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石花 可是 我不知道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你能帮我分辨一下吗 哦 没问题 看我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有一个铁桶僵尸 他假扮成了石花的模样 啊 那也太可恶了吧 赢豪特曼 你能把铁桶僵尸 变回原形吗 哈哈 当然没问题了 看我的 好了 小胡萝 快看 哎呀 你这个铁桶僵尸 太可恶了 竟敢假扮我的好朋友 石人花 我就知道 你是假的 没想到是你 铁桶僵尸 哈哈 没错 没错 就是我 本来 还想搞点 大事情的 没想到 这么快 就被你们给发现了 真是出事不利啊 可爱的小植物们 这个铁桶僵尸 需要我来 帮你们解决吗 不需要 不需要 铁桶僵尸 既然他敢假扮我的模样 那么 就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他 看他以后 还有没有这个胆子 哎呀 石人花 你这什么水平啊 你要是不行 放着我来 哈哈 搞定 小菜一点 行吧 谢谢你 小葫芦 剩下的 就交给我来吧 银河奥特曼 还要谢谢你呢 帮我们 分辨出来了 假的石人花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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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 谢谢你 不客气 不客气 能帮到你们两个是我的荣幸啊 如果下次再遇到困难 还呼叫我就行了 我要去巡逻了 再见了 再见 嘿兄弟 我们铁桶僵尸 才是僵尸家族最厉害的 我说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明明 是我们路障僵尸 是最厉害的 错错错 铁桶铁桶最厉害 不不不 路障路障最厉害 铁桶僵尸的铁桶比较帅 路障僵尸的路障比较酷 我们的心服非常帅 我们的心服非常酷 我说 你就承认 我们铁桶僵尸最厉害 不就得了吧 跟我在这废话什么呀 什么就废话了 那你要逼着我说假话 我肯定说不出来了 因为 在我心里 路障僵尸就是最厉害的 不不不 是铁桶 哈哈 就是路障 铁桶铁桶铁桶 哎哟喂 你竟然还敢动手 路障路障路障 哼 我生气了 咱们两个 今天不打一架 是好不了了 正好 我也想打一架 可是 在打架之前 我想先把我帽子戴上 因为这样太丑了 我都看不下去你了 嘿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看得下去你似的 戴上吧 来吧 打一架 等 等一下 铁桶 你身后有植物 还是一个窝瓜 嘿 我说兄弟 既然不想打架 就明说嘛 干嘛 还要骗我 我身后有窝瓜呢 明明 窝瓜就在你身后嘛 什么呀 就是在你身后 在你身后 嘿 你当我是眼瞎吗 就在你身后 要不 咱们一起看 你好 我 哎 好怕 我怕 怎么办 兄弟 为什么会有两个 一模一样的窝瓜 你问我 我问谁去呀 哈哈哈哈 蒙圈了吧 我是窝瓜大哥 我叫窝道 我是窝瓜小弟 我叫窝弟 哎哟 我 这名字 起得也太不走心了吧 就是就是 还没咱们的铁桶 路障好听呢 什么 大哥 他侮辱咱俩的名字 我最恨别人 说我们名字不好听了 二弟 给他点颜色看看 是 大哥 哎哟 你这 多长时间 不打僵尸 怎么全都忘光了吗 这都打不准 看我的 哎 我的帽子 哈哈 打的就是你的帽子 只有打掉你的帽子 你的防御力 才会降低呢 哇 大哥威武 大哥霸气 那我也要打掉 他的帽子 看我的 又没打掉 废物 看我的 轻轻松松 哇 大哥好厉害 大哥威武 大哥霸气 好了 别废话了 他们两个的防御力 现在已经降下来了 咱们两个一起上 好的好的 窝瓜盾 好了 完成了 今天的打僵尸任务 完成 大哥 咱们可以收工了 嗯 收工 走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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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